我最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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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成 小宝 哎呦我儿子 各大导演各大制片人 赶紧看到我们的小宝宝 在现场真的就是特别敬礼 然后如果大家有个人 就特别适合我们的小宝的角色 请给我们答案一个机会 就是他妈实名 他妈没说脏话 他妈实名是在这 就是安利我们的小宝宝 谢谢 宋文作 王瑞昌 魏哲宁这个应该是对对对的 我觉得每个个人在这上面 被拼成这样都不好看 他都认出来了 全都对了 那我要奖励你几个问题 如果要设计一场 贺乔艳 路十一湖一玄的三角链 你会怎么设计 我可以这样吗 如果他们俩同时掉进水里的话 我一个也不救 我在岸上卖游泳圈 一千块钱一个 我们的第二组直播嘉宾 我们的第二组直播嘉宾就是我们的贺先生之主要过来 魏哲铭之前在 杜丛经验摆 这部剧探班的时候见过他 就被他高大帅气的模样吸引 而这次贺先生这部剧过得非常好 待会就要见到他们本人了 这部剧探班的时候 他就会有很多的剧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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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描迹 яг好酷哦 好赔安利哦 能你这首歌吗 你 sax Girl 我跟他拍手 我爱飞 如水似天水 哦 很好啊 完全没有认识 天空的星星流浪泪 一生还飞 回忠无泪 冷风吹 冷风吹 只要有你陪 我满飞 满水 一生有你醉 才陪 我满眼泪 把心碎 不管累不累 也不会满心碎 哇 哎呦 看一看 哎呦 看一看 哇 这部剧主要是跟小宝有很多的互动 跟小朋友相处的话 一开始你们要通过什么方式 跟小宝产生感激 让小宝觉得 嗯 这就是我的爸爸 这就是我的妈妈 对 因为小宝 他 因为我毕竟 妈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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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捧场啊 因为我毕竟就是 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嘛 但我刚进组的时候 在唯独剧本 然后我是就是到那儿之后 小宝到那儿之后 他就主动的 温老师就主动的就说 小宝喊妈咪 我当时喊我的时候 那一声妈咪特别的刺耳 我觉得 不是 其实内心是很抗拒的 因为听到一个小孩叫你妈咪 对 那一开始就跟距离 真的跟距离一样 就特别不能接受 对 然后 但是转过头一看 这么可爱的小孩 你懂吗 就是天叫小孩 我懂我懂 对 然后妈咪妈咪叫着叫着 就觉得 习惯了 对对对 挺好的啊 而且当时 一声阿韩给小宝也 准备了很多小的李 然后 那你第一次 你第一次 没什么 小宝也准备了很多小的李 哎呀